发现沉暴意外,目前已经有多位患者完成了清创 等伤口稳定之后,就可以开始进行直皮手术 而有整形外科医师表示 大体皮肤只能够当证实性的敷料 最后还是得靠自体皮肤移植 而移植之后,新长出来的皮肤 因为结构遭到破坏,必须穿上压力衣 抑制疤痕增生 还可能有排汗功能失调等等的问题 我是过来人,我可以体会到那个痛苦 因为我每次看到那个,我都会想哭 看到巴仙沉暴意外,让34岁的陈美云忍不住哽咽起来 因为11年前他也遭到大火纹身 从脸部到四肢有60%灼伤 还曾经插管,在加护病房住了好几个月才脱离险境 幸好经过十多次的轻壮和直皮复健 才逐渐恢复现在的样貌 不过,直皮厚的皮肤会出现疤痕增生 及疤痕软缩现象 因此每半年还得去医院打肋固醇 俗称肖八针 我脸部都有打 不然其实是厚度还有一公分的厚度 还蛮厚的 这边都有打 这边本来是有膨起来,是都有打 打下去消下去的 医师表示这些烧烫伤的患者 最后还是得靠字体皮肤移植 才不会产生排斥现象 但是这次很多的伤者都是大面积灼伤 能取用的完好皮肤有限 因此在做完轻创手术后 就必须先用大体皮肤等肤料覆盖 避免感染 等四到六周后 再将少量的字体皮肤 优先移植在手脚等生活功能部位 后续再进行外观重建 大体皮肤只是暂时性的覆盖 而且它必须要在一个青创后的伤口使用 它才会发挥它的效用 但是到最后 我们还是必须要把它移除掉 换成自己的 但即使直皮成功 新长出来的皮肤可能会凹凸不平顺 必须穿上压力衣 抑制疤痕增生 未来还得面临排汗功能失调等问题 直皮手术之后 病患虽然在伤口上面可以愈合了 但是相当的一个程度底下 它的毛囊汗线的相关的一些器官 跟它的功能都会丧失 所以会面临到还是有疤痕的情况 医师表示如果是90%大面积烫伤 要进行自体皮肤移植 光是治疗和住院期间 就至少需要一到两年时间 而且直皮后也可能有疤痕软缩 还含异常的问题 患者后续的复健之路 很辛苦也很漫长 记者来说讲了下台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